今天十二月一號正式進入官方定義的冬天 今天也真的滿有冬天的感覺 受到大陸冷氣團影響 今天清晨最低溫 出現的新北市五谷12.2度 白天在強冷空氣影響下 北台灣持續偏冷 高溫只有16度左右 中南部以及花東西溫 也比昨天明顯的下降 高溫普遍在20到22度 天氣方面我們從雨區報來關注 由於水氣偏少 各地大多是多人道勤 只有大台北地區跟東半部 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整體來說 轉為比較偏乾的狀態 小婷婷就要為大家整理 預計在星期六之前 清晨在輻射冷卻效應影響下 早晚的氣溫都還是比較低的 有機會出現十二度低溫 尤其央海空旺地區 以及接近山區的平地 還可能再更低一些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 中南部地區日夜溫差 可能達到十度以上 早說完規記得要多穿一點 預計要等到星期天 才會明顯的回暖 趕快來關心今天各地的詳細溫度預測 金龍台北新北偶爾會有下雨的狀況 最高溫在十七度 桃園新竹苗栗多雲 溫度是十五度到十八度 台中彰化南投有機會見到陽光 溫度是十七度到二十二度 雲林加一台南天氣也不錯 溫度是十七度到二十二度 高雄屏東雲量稍微比較多 溫度是二十一度到二十五度 至於東半部有機會陽光露臉 溫度是十六度到二十二度 最後來關心外島 天氣也都相對穩定 溫度是十二度到二十度 出省自己的中文 溫度是十五度到二十三度 一定要